病足告诉我们 在现在这个时代 念佛堂最好不要超过二十人 有道理啊 人少 事就少 是非少 障碍少 容易拯救 人多很难啊 很复杂了 障碍多 不容易拯救 祖师的教会 那个里头有大道理 有大学问 千万不能够 说 决定不要认为人多 道场兴旺 道场表面 看起来兴旺 不能往生 都是热闹的道场啊 这要懂啊 是心是福 这就是本来是福 这佛在大臣经常讲 你本来是福 事先做福 这个做呢 就是你今天修行 你要做福 我本来是福 我现在发心要做福 能不能成福 当然了 用什么方法呢 众生念佛 定得往生 究竟成福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 他要最深厚的相根 为什么 他一点怀疑没有 真正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老实念佛 真念佛 万元放下 走进念佛堂 要多久的时间 能成佛呢 一般讲起了三年的成佛了 真不难啊 那么我们看到 有很多人在念佛堂念了一辈子 也没成佛 那什么原因 他没有真干 也就是 天天见念佛堂 夜样也没放下 是非人我 没放下 明文立阳 没放下 五语六成 没放下 贪嗔痴慢 没放下 这个 别说念一辈子 念十倍也不行 也不能成就 真正成就 是一切放下了 我和这一天 今天一天功课 就是念佛 就是万元放下 除这个之外 什么事都没有 这样念佛才行 很多经教 这些理论方法 我都没学 没学不必要学 你这些老实 经教里所讲的 你统统具足了 用不着学了 只要不怀疑 不夹杂 那所有经教里面讲的 也不学 你完全具备了 成佛的条件 样样都具备了 多殊胜 印族告诉我们 在现在这个时代 念佛堂 最好不要超过二十 有道理 人少 似就少 是非少 障碍少 容易拯救 人多很难 很复杂了 障碍多 不容易拯救 祖师的教会 那个里头 有大道理 有大学问 千万不能够 说 决定不要认为 人多 道场 兴旺 道场 表面 看起来 兴旺 不能往神 都是热闹 都是热闹的道场 这要懂 第二讲 愿 愿为 艳丽 苏朴 心目 极落 如此一模 必于往生 真正体会到 我们这个世间苦 特别是在 现前这个时代 社会动乱 地球上 灾变 太多 你每天都能看到 频率的 发生 次数 一天一天 增加了 灾难 一次比一次严重 所以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 居民 无论男女老少 富贵贫贱 可以说 绝大多数的人 都没有安全感 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安全感 你说这多苦 今天不知道明天 有什么变化 所以印族教我们常常想到死 想到自己要死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了 发生什么 心看了 我学印光大师 把每一天都当做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天 我还有什么放不下了 没事了 真正做如是观 把它当真不是当假的 不是假设的 行啊 时间怎么变化 怎么动乱 我都不想干 我的时间就这么几个小时 这个叫几个小时 此地没有事 那我这个地方就很安 心安 才能搬到 心不安 心不安 念佛 不得力了 一定要心安 心安 利益明白了 宇宇宙之间 四十真相是 刹那生命 刹那不住 金刚神经 佛教魔王 无助身心 这就对了 对自己 对世界 决定没有奢求 决定没有欲望 第一桩大师 提升自己的灵性 王身净土 清净弥陀 第一个愿望啊 帮助苦难众生 要有缘 尽心尽力 没有缘 不要去叛缘 不要去强求 为什么 叛缘强求 你已经乐在 分别指这里 你居立 真诚 平等 就要去 越来越远了 那就错了 你又在搞轮回 造轮回业了 缘成熟 就做 又缘 缘不成熟 也不要去做 成熟什么 大家欢喜 这应该要做 不做对不起人 缘不成熟 少数人可就 很多人不愿意 不知道你做干什么 还对你怀疑 天天在研究 你搞这个事 有什么企图 有什么目的 你不是叫别人生烦恼吗 叫别人生烦恼 菩萨决定不做 大神教里的佛常讲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你不做他欢喜 好 我就不做 你祝他欢喜 那我去做 不是为自己 是为大众的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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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